8月28日 蒋丽莎在微博曝光自己在香港滑冰场遭遇到的不文明行为 并发问 社会公德心都去哪里了 现在的社会都病了吗 根据蒋丽莎的描述女儿在溜冰场受伤 她随即带着小孩到场边换鞋 没想到一坐下 就被身后女子推开 甚至还责骂她做了自己的包包 担心包里的电脑坏掉 蒋丽莎随即出声与对方理论 还把全过程拍下发到微博上 蒋丽莎29日在微博上分享两段视频 还原当时的全过程 当时她抱着受伤的女儿 准备坐到场边的椅子换鞋 没想到却遭到身后女子一把推开 说她不应该坐到该椅子上 该处有自己的背包 而且包内还有超级贵重的电脑 蒋丽莎强调 自己当时是抱着孩子 半靠在椅子上 因为空位已经所剩无几 没想到还是被该女子推开 责骂 让她非常气愤 太离谱了 这是椅子 是给在这里滑冰的人换鞋子的地方 我根本没有坐到她包上 她一直强调电脑有多贵重 之后蒋丽莎也在发文中更新后续 经过一番争论后 居然依旧冷漠 无情的不挪开她那贵重的包包 依旧强霸在公共幻滑冰鞋的位置上 对方同时也拿出手机拍摄 还大骂她巴婆 让她非常气愤直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